大家好,欢迎收听AEA频道 继续关续越南消息 先来看看股市 越南指数收市报1285.45 比起上一个交易日升了1.33% 看回这个星期 看到越南股市出现反弹 另外再关心一下房地产相关消息 近日有一个报道说 越南现在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有30万人 但只不过有10%的人 即是3万人是拥有一个名牌照 主要的经纪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城市 就是胡志明市和河内 那些代理很多都是个体户独立经营的 其实很多代理根据了解之后 都是一些叫业余性质的 即是房市升的时候 马上快要入行 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培训 也没有受监管 所以带来买卖商方不少风险 于是这个情况之下 就迎来了一些新的商机 那是什么商机呢 就是有些培训机构 他们就决定加大力度 做这些房地产经纪的执业考试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影响到考试的举行 也因此影响了报考人数 但是疫情基本上过去 2022年今年的头五个月 初步来说整个南方的地区 有2186人参加考试 比起去年增加8倍 这里是说他们学校的报考人数 这家学校就叫做建设学院 这家学院的预测 就是考生会持续增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开始有些法规 就是对一些房地产领域的经营 包括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经营 就是会有一些处罚的 如果有违规的情况 所以无论在知识层面要补救 以及要拿牌的需求下 所以他们预测 学生人数会持续上升 那其实要读些什么呢 主要都是一些法规上的东西 例如一个住房法、土地法、建筑 房地产业务、商业和文法的法律条文 都要去了解 除此之外 在实质的业务上 当然也要学这个 反洗钱的法规 房地产交易里面的程序 如何去起草合同 亦都有一些股价 如何卖广告等等方面的内容 香港做这个地产代理 也是要考取牌照 里面读的内容都差不多 都是一些法规上的东西 反洗钱的要求等等 好了 说到地产 我们上次提到 有一个集团 逢是去到哪里开都有人排队 亦都令到很多房地产销售项目 很多时就拿这个商场作为一个卖碟 这个品牌就是EON 最近有一些新消息关于他们 他们现在就会将这个越南 定为继日本之后的一个重点市场 其实EON在东南亚的部署相当之多 其实有时我和朋友聊天 因为有个朋友做一些马来西亚方面的房地产 了解到原来连马六甲都有EON的足跡 所以EON在东南亚真是遍地开花 可以说是 现在EON的经营 其实都运用了一些新零售的概念 其实现在很多零售商都慢慢进行自动化的结账 所以EON现在他们都安装了很多自助的櫃台 那些越南人 特别是现在他们的电子钱包都很流行 所以他们整个购物体验都更加方便 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的 例如其实在英国都已经很多那些超市 基本上那些人都是自己去用那些自助櫃台去结算 用人手结算的人已经是一个小数 大部分的人自己会懂得去那些自动结算机 那里自己拿着商品掃个barcode去买单 那如果有听开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 我们都有说到其实未来新一代的智能电话 其实都会有这些功能给商户去收钱 即是收信用卡的钱 那变成了未来不一定是大商户 即是普通一间小小的店铺 可能是一间士多仔 其实只需要用一部手机 基本上客人用商用卡给钱 一拍一拍手机就已经收了钱了 所以这个自助式消费的习惯 已经越来越多人形成到 好了今集内容先简单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听 很多人 所以不小心 用转身子